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妄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妄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兴经济、反网暴 好了,今次我们也要用一个不是那么擅长的系统去看一看 其他的事证只可以用这个来录 如果大家看到阴质或各方面有什么不如意的话 只可以提前向大家道歉 因为真是没办法 我已经尽力了 真的尽力了 我尽力了,刚才试了十几分钟 不知道,如果整天可能是用了一个多小时 因为之前还有一个多小时用了 这个也不要紧要,最重要就是努力做节目 我们看看英国的教育慈善机构 Sutton Trust 薩顿基金其实做了一份民意调查 因为英国生活成本的上升 真的要救救孩子 为什么呢? 因为这么贵,其实小孩子也很懂事 说真的,说到这些就眼濕濕了 就是有三分之一的学生 在减少进食的方式来限前 即是三餐缩成两餐 但是学生子始终 在人生的重要阶段下 长知识长高 长身体 其实这也是令人心痛 另外,接近四分之一的受访学生 就说在经济压力之下 他们完成课程的可能性 变得是小了 受访的学生 除了是小吃一餐之外 部份人是依靠 贫困学生补助 或者是家人的资助 来维持日常生活 调查也显示 近一半受访的学生 有向家人求助 要求他们 有更加多的经济支援 要求也都 我觉得家长肯定肯 但是也很紧 真的很紧 但是有很多 的学生 是来自弱势 或者背景比较贫困的家庭 他们没有办法 可以 给更加 我自己的家长是没有办法 给更加多的援助给自己的弟弟 他们获得家人 更多的资助的可能性也很小 其中一名 就读于英格兰一家学校的 受访学生就说 虽然自己是获得 一个全额的奖学金 还有 是有生活津贴的 但是 仍然是不够应付日常生活的 为了是省钱 他见到很多同学 一天只吃两餐 减少用在购物吃 购物的钱包括 减少买食物 也有些做兼职 在生活成本这么高之下 不止是学生 在职人士都被迫 自熟食 我们之前有节目都说过 有人 是两夫妇 都是 全职工作 都不够 其实都是在职贫穷一种 所以 我都说过保守党政府 常说 省省省 是的 有些时候 你的支出要省 但是 人家过得这么苦 是否还是要这样 大家记不记得 在去年 7月份的时候 其实受通胀的影响 英国 麦当劳芝士汉堡 14年首次加价 其实这个汉堡指数 已经是意识着 英国 今后这几个月 即是由7月份起 生活 是很难的 当然 我想不止几个月 可能还要熬今年 更不敢 在这些学生 节衣缩食 吃少一餐的情况下 英国 2月初的基准利率 可能又要升息 即是价值 外界普遍预计 2月初 英格兰 银行 即英国央行 就会将基准利率 是调到4% 行长 Andre Bailey 也暗示 基准利率最高的时候 可能到4.5% 那真是麻烦 其实 那些BNO 有些都觉得 挺厉害的 当然 很多人的家境不错 这个也是现实 金融界现在就看到 2月2日 英国 央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 会将基准利率 他们都挺狼胎 由3.5% 提高度 4% 即是 加拿大刚刚也宣布 升25个点 英国一升就升50个点 即是0.5% 澳洲应该升0.25% 即是25个点 英国升50个点 挺狼胎 达到15年来的新高 2021年12月起 其实 英格兰 银行 即是英国央行 已经连续加息多次 将基准利率 从历史的低位 即0.1% 逐步提高 为了应对通胀 其实这样导致 按揭和其他借款 成本高很多 包括我们之前说的 12月份 英国的赤字 为何升得这么厉害? 升息 加息之后 你还钱是否多了? 借贷成本是否高很多? 是的 肯定 更加 有人就说 你再这样加下去 经济放缓了 甚至可能令到英国经济 陷入衰退 英国央行的行长 Andrew Bailey 接受媒体访问时 去年9到10月 市场曾经预测基准利率 会升到6% 如果6% 我想很多人供不起房子 说真的 但是 英格兰央行当时已经表示市场的预期 是超过了银行自己想法 央行在11月 将 这个基准利率 的最高点 预计 是会5.2%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将预期是调到 4.5%了 拍手掌 对不起 我真是 握起拳头 因为我是 深受 这么厉害的影响 虽然近期通胀有所防援 但是 也看到 英国人也不是容易的 因为 食品价格 依然是升的 除了BNO 经常说很便宜 什么都说便宜 不要这么说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们在英国人面前这么说 人家可能会很生气 因为你和主流的人 的想法和想法差得太远了 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就显示 去年12月英国的通胀率 是10.5% 比前一个月下降了0.2% 这个也是首次 就是去年 连续两个月下降 因为之前那些都是升的 那之前 10月就是建顶 当时建顶 我不是说全部 是去年建顶 那就是3.1 是41年的新高 通计局就看到 12月的通胀率下降的主要是什么呢 是燃料价格下降 和服装价格下降 为什么服装价格下降呢 是因为 这个 圣诞的时候很多商家都是打折 博士席的时候 以及 燃油价格已经是回落到去年春天的水平 但是目前的食品价格 依然是飞涨的 去年12月食品价格比前年12月 是升了16.8% 这个升幅是自从1977年以来 最高点 而且是超过外界的预期 不过 很多业内的人士就预测 通胀率 会在今年 明显地下降 到年底 就会下降到4.2% 左右 统计局公布的另一组数据也看到 英国人的薪水 其实 是 是指绝对升速 绝对升速是以十几年来最快的 但是 计算物价 是跌了 计算物价就跌了 所以这个薪水的涨幅依然比 通货膨胀率 的涨幅 是追不上通胀率的上升 私人部门工作人员在去年 从9月到11月期间 平均薪水升了7.2% 而公共部门 公共部门升了3.3% 怪不得那么多公务员去食物银行 领取 现份食品 当然 究竟英国会否捱过呢? 我觉得 可能会 大家都有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就算我们澳洲 也有7.8% 也创33年的新高 其实我们 已经比英国低 低了 2.3个百分点 但大家都感受到很痛 这个当然 我们看看原来国际市场调查公司 益普索 也访问了29个国家 16到70岁的人士 各地的受访者 说真的 这件事 又不是英国独有的问题 是全球的问题 因为我的战争的的确确令 全球的能源价格飞升 究竟什么时候完呢? 没人知道 我当然希望越早完越好 看回这份全球 刚才说的全球报告 结果就显示 12月份 担心居住地通胀问题的受访者 有四成那么多 当然 他们 最担心的原来是通胀 之前所担心的问题就是贫穷 罪案率 失业率 但是现在 通胀已经成为了全球共同的最大话题 比最近两年 我们看到 自从2002年起 尤其是澳湖战争之后 通胀的关注度持续上升 其实大家对于疫情的关注度 大幅下跌 现在只有11%的民众是担心疫情 其中大多数是来自亚洲国家 包括日本 泰国 马来西亚 是担心的 不是最担心的 记住 当然了 英国的通胀率是超过10 其实 这个也 挺讽刺 俄罗斯和英国居然是同一个 通胀率 但俄罗斯的流源便宜很多 不过其他贵 因为它有很多 必需品都是制裁了它 还有 零部件 那些很普通的但很必要的零部件 当然了 其实 香港的通胀 真的 控制得很好 真的控制得很好 只有百分之二点多 你看 我说整年平均 你记住 整年平均 我们 西方世界都一样 疫情下全球食品通胀是持续上升的 亚洲和中亚地区升得最快 2022年 食品的通胀率达到18% 比起2021年 急升了10.3%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 食品通胀率是最低的 5.9% 其实主要是 欧洲 和中亚拉高了 之前 阿诚哥新伟成 曾经在月头的时候 他很豪心壮志 希望他也可以 他的目标是 要将今年英国的通胀削减一半 但是 我们说过 其实英国 现在通胀是差不多10 他就想着削减一半是5点多 其实他也很谨慎很保守 因为是不是担心 到了年底时候 达不到这个数 我想他是担心 不过很久 但是他 比较保守 他比较保守 因为他 可能担心 对 如果你出了太太 到时 你骗人 到时 可能又有一次 管治危机 现在真的是 以前就是 苛政猛于虎 现在 通胀猛于虎 没错 你看到那些学生 通胀猛于虎 空爬猛于虎 我有时 都明白他说什么 但是始终 你叫我从我把口说出来 我觉得 有点怪怪的 我觉得有点怪怪的 当然 所以 为什么商界那么生气 还说 你还削减 留学生削减移民 没有人来消费 这也是 如果 你是需要人气去消费 你还削减留学生 削减移民 那这个国家 又不够人做工 这是一种笨招 我是看不出保守党的一个管治 这么说 我看不出他的逻辑在哪里 整个都看不出 小弟 比较愚敦 他们的管治逻辑 令人是相当地觉得 无所适从 只可以这么说 无所适从 亦都希望 大家是可以 好好地 捱过这一年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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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